新赛季终于开始了 现在是最难打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要破产 怕是已经有人赔个金光了吧 稳住啊 稳住求胜才是关键呀 这边把启动资金先领了 来黑市刷刷 先买把枪 不过没刷到什么合适的 一步到位买把改妹 反正这第一把怎么都不可能进得去武图 关键在于第二把 那种上来直接进三图的一波流打法 我还是不用了吧 稳定快速进武图才是我想要的 先买一套改进配件 直接进二图先拿个boss 目的是凑战美职 这边二话不说直接上了 二图根本没压力呀 后面还跟着一个 轻松搞定 还没完 又来一个 在改妹家抛光子弹面前 他们催的和纸一样 不按到手 再打几个购买辐射板了 好 先把boss拿了 对他要求不能太高 只要有一个四级就行了 是紫刀 可以 一套三级啊 看见M16我想起来了 现在他可以全自动了呀 下次必须试试 先不着急走 多收几个狗牌也不错 真就只有一个狗牌呀 这把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那就是辐射板 为下把武图做准备 不过这次真的是黑透了 连黑暗区也不过是出了一个探测器 怎么以前复兵的时候不是金条的蓝图呢 但买辐射板肯定不成问题了 目的已经达到 收获55万 另外每周礼包也可以领了 这就更晚了呀 运气不错 给我一个5机甲 真难得 基本每个赛季都是头 辐射板安排上 万事俱备 尴尬了呀 辐射板竟然忘带了 白侠这么好的复活点 我心太崩了 那也得去 万一敌人掉了呢 等等有情况 他在前面 听见我的脚步直接跳车了 他走不了了 不好 要扔来 原来是个闪光弹 他要溜 想太多了吧 拿来吧你 还行还行 问题不大 这人反应也够快 啥也不求 掉个甲就行啊 貌似没有 啥都没有 好吧 我直接溜进辐射区 没辐射板也得先开几个再说 听见脚步了 近在耳边 拿下它 没事没事 辐射很慢 我还可以等 终于等到了 拿下 就很尴尬 暴力如此恐怖 回来 火缓辐射 顺便观察下后方 好 终于要开箱子了 摆脱 中点气 不太好 而且开箱天赋哪去了 上马也没生效 黑卡 没有 再回来缓一下 再观察下后方 好的 没问题 继续继续 求金条啊 nice 来了 这下过瘾了 问题不大 等我缓缓还能再开几个 就很意外 没事 这次我总算能带上辐射板了 可以通通快快大转一笔了 半路杀出个恐龙 我怎么没有打他的想法呢 这次增加个J玩也太巧帅了 直接无视 啥都没有辐射区重要 我先把主楼占领了去 现在的敌人都很好打 毕竟新赛季才开始一会儿 可能很多人都买不起辐射板呢 或许会很轻松 洞里有人了 又来一个 好家伙 这么刺激 就一丝丝 哎呀 我怎么没弹药啊 这一天 丢三落四 上把掉这个甲多好啊 先把血加上吧 里面还有一个呢 两块辐射板 再也不用为这个问题发愁了 不能再给里面的人机会了 他开的太多跑路怎么办 还真就想跑路 这家伙开完就想溜 还是溜下来了 什么情况 没来人呀 这两个箱子好穷啊 又来人了 又从洞口里进来一个 这么多呢 就在门口了 不是吧 根本打不完 赛地出的辐射区恐怖如此 全是人呀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再继续 拜拜